在馬祖的第三天 我從北竿回到了南竿 那並沒有安排太多的行程 加上氣候並不是很好 所以我決定從港口出發 沿著海線散步 順便去拜訪一家我非常想去的咖啡廳 赤鳥咖啡書店位在馬祖南竿鄉復興村 那從上方府看 他像一艘亭靠在海邊的船隻 那一世獨立悬在矮邊 終日望著大海另一端的北竿島嶼 那兩相互望有些浪漫 卻也感覺到很孤獨 那赤鳥的主人曹以雄 是連江縣政府的前文化局長 那一直以來為推動聚落的保存 和閒置空間再利用而努力 那他在2014年底下 被局長指之後 在2015年初開始整理這個 腰兩據點 那開設了這個獨立書店 集合咖啡館 命名赤鳥 那最特別的是一樓咖啡廳的下方隱藏著一座小型的坑道 那可以通往昔日安放山炮和武林機槍的碉堡和射口 那也成為了赤鳥的秘密基地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坑道內裡有非常多曹先生收藏的藝術品 哇 真是讓人心曠神怡 是我的拿鐵和厚片 這拿鐵上面還有老闆Q版的拉花也太可愛了吧 畫面中我們看到的是主要負責運送軍人往返台馬之間的和復輪 那曹先生把舊營房的一二樓面海的牆面打掉 大面的窗戶讓無敵的海景都可以盡收眼底 那像是台馬之星啊 台馬輪 南北竿和菊光的交通船 各式的雨船 每天航行經過 那都過視野開闊的大片窗景 那北竿道就在我們的前方 那離開咖啡廳前 曹先生還不忘提醒我說 別忘了到樓頂去拍拍照了 我很喜歡帶進了馬祖 因為讓人真的感覺到很自在 在南竿的最後一個晚上 我決定一個人到星巴克做作 看點書也順便整理這幾天的照片以及回憶 明天一早就要往東影出發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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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